以后在校园里狂奔 只见前方男子没命的奔跑 还看似没有穿着上衣 只因为对方右手拿着水果刀 沙红了眼不断朝他挥砍 似乎要治他于死 没想到过几分钟 倒在血迫中的 反而是持刀男 男子倒在地上血漏模糊 满地都是鲜血 右颈多处刀伤 皮肤掀起 全身还遭硫酸腐蚀 尤其手部最为严重 整个焦黑 即使警方用白布盖着 仍掩盖不了可怕死状 救命救命 好像有点出事了 然后就那种 你们可以想象 就是真正的出事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是听到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就是你很害怕那种小事 当时这一名张姓嫌犯 就是在这一个中庭的位置 等待这两名男同学走下来 但是没有想到三个人一见面 就是开始吵架 而这时候旁边其实还有女社 今天他听到了声响 惊悚意外 初九号深夜十点半 张姓柯大生在台大女社外 等待谢姓男子跟洛姓男子 碰面后双方爆发口角 宿舍女宝权出面制止 接着把他们带进传达室 张楠却愤怒回答说 再给我十分钟 就突然拿出不明一体 朝三人泼洒 并拿出预藏的刀蟹 一路追砍谢南到宿舍外 最后拿刀自吻 25公分长的水果刀沾满鲜血 上头还被强酸腐蚀 出现不少胶黑痕迹 这两个红色盖子的玻璃瓶 就是张姓嫌犯 用来心胸的器具 宿舍保全传达室内凌乱不堪 地上的枕头和桌上的保温瓶 都出现腐蚀痕迹 一路往外走 地上的衣物也被烧到焦黑 许多宿舍女学生 都因为这可怕一幕吓得不敢合眼 警方调查 坡穿了张姓嫌犯 是台科大研究生 被攻击的谢信学生 就读台大心理研究所 女保全跟了一个台大学生 也被波及 造成一死三伤的惨剧 双方疑似感情上有纠纷 张姓科大生刻意埋伏行凶 最后选择亲身 写见台大校园 震惊社会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